五个核大国刚刚发表联合声明 中国就公开了核力量发展规划 对此西方的一些媒体展开了挑衅性的攻击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北京时间1月3日晚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法国五个核武器 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是五个核大国的领导人 共同发表了关于防止核弹争 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这次声明被认为是降低核冲突风险 避免大国陷入核军备竞赛的关键 而中国是该声明中不将核武器瞄准第三国的倡议方 再加上中国执行的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政策 成为最负责任的核大国 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傅冲 还回应了外媒提出的最尖密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正在急速扩张自己的核能力 傅冲表示 美国官员所说的 中国正在急速扩张其核能力的说法并不属实 他强调 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急速扩张和能力不是中国政策 但是中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 评估其核力量是否充足 我们不否认中国采取了措施 使我们国家的核武库更现代化 但这并非是基于其他原因 而是为了使其更安全可靠 有外国记者称 中国正在加速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并在该领域的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 傅冲表示 很多国家都在发展相应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这并不令人奇怪 但是令人气愤的是 西方媒体很快就对中国的核政策进行了污蔑 法新社称 中国表示将继续现代化其核武库 并呼吁美国和俄罗斯减少其核库存 这段文字充满了陷阱 还指责中国出尔反尔 德国之声也表示 中国刚发表声明就继续推进核武现代化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的政策 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呢 首先从复冲的表态来看 中国并没有改变把核力量维持在安全需要最低水平的政策 这就意味着中国并不会像西方国家所猜测的那样 把核弹数量增加到上千枚的水平 核武器是一种不能吃不能用的武器 过多的发展核武器会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 但中国必须保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低数量的核武器 当然这个数量也是在处于变化中的 中国现在毕竟还没有完成统一大业 还有可能遭到超级大国的核额炸 我们提高我们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 有时候是必须的必要的 其次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方向是现代化 不仅是为了更安全可靠 也是提升战略威慑能力的最关键的手段之一 核弹数量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越有效越好 随着技术进步 中国必然会发展更先进的核弹头 也要发展出防能力更强的运载工具 如果我们装备的核导弹是美军根本就没办法拦截的 那么就不需要部署太多的核弹头了 这就是有效威慑的价值 最后中国发布避免核战争的声明 并不等于为自己发展核武器套上枷锁 核武器不能用 但又是中国发展的战略安全基石 中国将继续对其核武库进行相应的现代化的改造 这就是我们面对核炸的回答 也是我们的权利 总体来说 中国虽然是核大国 但并不会参加核军备竞赛 也不会大量扩充核武库 中国的核武器只会越来越先进 够用就好 西方国家再怎么污蔑都没有用 所以在五个核大国中 中国是唯一一直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国家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生意 这次五国发出的声明 只不过是在中国的主导下 逼着美国提升其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而已 这个目的可以说达到了 因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